学习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带来关心的是武汉日前爆发了不明肺炎 最新外定消息中国武汉爆发了不明肺炎 那么经过初步判定是新型的冠状病毒 虽然人传人的几率低 但是病毒已经随着航空运输扩散到香港南韩新加坡等地 日本虽然还没有传出疫情 可是人人自为当局绷紧神经 现在是针对武汉入境的飞机加强检查措施 想要发不易财的柬埔寨开放外资去盖赌场 来瓜分澳门的市场 那么在金边唯一一间的港资赌场 金介娱乐城酒店 员工从去年开始就走上街头 要求资方要加薪 一直到最新有2000名员工再次抗议 资方终于点头答应员工诉求 英国王室第六顺位继承人哈利王子夫妇 头下震撼淡 毫无预警地透过社群网站宣布 不会再担任王室高阶成员 意味着他们拒绝旅行部分王室成员的义务 同时他们也表示会寻求财务的独立 那么也会到北美来生活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热议 据传英国女王她也是看了电视才知道 就有报导指称说 女王对此感到很失望难过 台北市中正万华区选战激烈 民进党支持 来关心1月10号全台各线市的详细温度预测 感谢您收看民事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选择最后我们带您到苏格兰